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圣盖博新春园游会于2月8日欢乐登场 本次园游会于圣盖博大局院门前广场及周边街道同步举行 华人和本市各族裔民众一起拱乡盛举 共同欢庆中国农历新年 圣盖博市市长补军毅、副市长Dennis Makaka 市议员廖清禾和等市府官员 与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加州参议员Susan Rubio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等各界来宾受邀出席的园游会开幕式 请看报道 2月8日上午2020年圣盖博新春园游会 于历史悠久的圣盖博大局院广场及周边街区欢乐登场 华人和本市各族裔民众一起共襄盛举 共同欢庆中国奴隶新年 园游会主办方代表圣盖博市市长补军毅、副市长Dennis Makaka 市议员廖清禾Juli Castandro 圣盖博市议员华人候选人丁岩玉等政要共同欢迎各位嘉宾到来 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第六个新年庆祝活动 这一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者和大家支持这些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很严重 就是这边洛杉矶省还是很安全 全洛杉矶省才有一个case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就是决定这边这个risk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居民请出来 清除一下 为什么因为新年就是那么重要 这一次好像很多人不想清除 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安全 还是应该清除一下新年 大家可以出来很开心一下 所以我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然后呢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这边也有很多的food truck food boot 也有啤酒 也有跳舞 也有音乐 所以请大家出来可以庆祝一下新年 祝各位新年快乐 今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不过不管怎样 我们都还是要照常庆祝 今天呢是农历年的这个元宵节 那我也在此祝各位元宵节快乐 那最主要要吃汤圆 那把这个汤圆吃得圆圆满满 让我们幸福充满我们的人生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参议员苏珊·Ruby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Kathleen Barger 元宵会赞助方代表 圣盖伯西尔顿酒店经理Karl Bo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舒燕涛 凯撒医疗机构高级副总裁有进秋 等嘉宾共同出席了元宵会开幕式 全体来宾共同祝贺中国农历新年 及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荣师 ,新年快乐 节奏空新年SON 军绒生日快乐 食不太喜好 The only ones who have been infected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ose who actually have directly come from Wuhan or their spouses. So I do think that we can afford to be calm and we can afford to be out there in the public and enjoy events like this, the Lunar New Year, which the city of San Gabriel has been doing for six years. 所以他们有很高兴的幸福 我鼓励大家来到这个活动 能够有更多的人潮 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共产胜举 让我们的欢乐 让我们这样一个祝福 能够带给我们整个洛杉矶 所有华人同胞 以及各族裔的同胞 一个非常美好 健康快乐的熟年 in the great city of San Gabriel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lunar new year the last week we've been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rat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in a community where the history is so rich and I thank Jason Pugh for beginning this six years ago so I think this is my sixth time coming here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lunar new year there's going to be booths outside where people can share fellowship and really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rat the year of the rat symbolizes wealth cleverness and prosperity and I hope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have a prosperous new year and give to one another and recogniz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live in such an incredible incredible place so happy new year happy lunar new year 好 这个现在先跟各位观众半年 在那个鼠年的节日里 我们San Gabriel市有举办 中国农历的庆殿活动 那么是跟各位 这个半年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最重要的身体健康 是 今天San Gabriel对这个过年 也欢迎各位在San Gabriel 和San Gabriel地区的 这个居民们 特别是华裔朋友们 那个来到我们这个盛大的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展现我们的中华文化 也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 都是需要有多样文化 也让其他族裔了解我们华人的文化 好 你的身份介绍一下 我是现在是San Gabriel市议员的唯一的华裔候选人 那么我也是San Gabriel的现任的 是社区服务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我参加社区服务大概二三十年 那么我在San Gabriel住了十五年 我的生意在San Gabriel有二十五年以上 我的第一个教会生活 是从1990年开始在San Gabriel教会 所以我跟San Gabriel市有特别的渊源 也喜欢这个城市 所以这次在各位朋友的鼓励之下 那么站出来 我准备为 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说话 那么把我们的华人声音带到市议会 所以希望各位住在San Gabriel市的市民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并且尽量去有登记选民的话 那你可以投上我神圣的一票 过年武师是华人春节传统节目 扮着欢快的古典 几只色彩斑斓的彩师 步入会场 现场民众 有的扮着古典翩翩起舞 有的献上红包 沾沾新年喜气 祈求全年好运 在外场摊位区 来宾们尽情享受 烤羊肉串 烤鸡腿 水饺 等中国传统风味美食 有的摊位 还准备了中国过年年货 到处喜气洋洋 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汉天卫市记者 吕立川 盛盖博士采访报道 美国CDC确认 美国出现第13例确诊病例 然而这也是美国第一例检测出现误判的病例 不过近期不少 华人发现游击口罩回国变得越来越难 不是买不到 就是季节速度奇慢 昨日USPS宣布 发往中国包裹恐怕无法按时到达 多地海关已经爆仓 美国时间2月10日星期一 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布新闻表示 确诊了第13例新冠病毒肺炎 同时也是圣地亚哥第一例确诊病例 加州第7例 据NBC的消息称 这名患者是上周三 从武汉撤离的232名美国人之一 目前被送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中心 接受治疗 目前CDC在未发布关于患者的详细信息 但据路透社报道应该是一名成年人 上周日一共有7人从撤桥隔离基地送出来 因为他们有持续的发烧、咳嗽等症状 需要进一步进行检查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CDC在上周日公布了一份拙劣的检测结果 这次错误的结果显示7人均呈阴性 而且今天被确诊的病患也在其中 周日的报告称此人没有感染病毒 还曾被允许出院回到撤桥隔离基地中 这也是美国CDC第一次出现 新冠肺炎误判的病例 然而昨天早上周一 CDC官员紧急通知圣地亚哥公共卫生部门 说进一步的检测显示 有一人检测呈阳性 目前这名确诊的阳性患者 用被送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进行观察和隔离 现在还不清楚这名误判的病患 回到基地后是否感染了其他人 美国时间2月11日 美国已经有13例确诊病例 其中50%以上都集中在加州 随着疫情的发展 美国邮政USPS在昨天 本周一美国时间2月10日宣布 将暂停发往中国 包括香港地区国际优先快件的担保日期 也就是说发往中国的国际优先快件将无法保证能够按时到达 USPS表示 这一举动是由于大量中美航班取消 导致包裹无法正常运输 据悉美国方面 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 美联航 United Airline 达美航空等均暂停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中国方面海南航空 四川航空 东方航空 厦门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和南方航空也暂停了绝大部分的中美航班 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寄的包裹确实受到了影响 有的甚至仍然卡在集散中心没有进展 不过从网友的游寄路线来看 USPS可能会把包裹先发往另外一个国家 再转转到中国 同时FITICUS和DHL的游寄速度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DHL此前表示 由于当地政府实施的严格管控 湖北城的快递服务已经暂停 导致包裹运输速度减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海关处来自世界各地的包裹早已堆积如山 需要一定时间处理 成都海关表示 现在一天的国际邮件数量相当于去年整个春节假期的量 其中80%都是口罩 目前已经加班加点在清理 上海海关则表示 来自日韩、美国、德国等地的包裹数量激增 以口罩、护目镜、手套等防护物品为主 另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周边省市的包裹 很多都从上海转运导致了积压严重 但目前上海已经开足马力 24小时不间断进行检验整理 另外如果防护用品迟迟没有动静 可以致电上海邮局、海关 详细告知邮件号码后可快速检验放行 之前网上一度流传着私人邮寄的口罩被海关征用、海关与药店勾结等谣言 对此各地海关军表示不会征用个人防疫物资 因为此次疫情口罩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日前在日内瓦的一次简报中表示 正在向需要地区运送工具包、口罩、手套、呼吸器和手术服 但目前全球都在面临防护物品短缺的情况 而美国的情况更加严峻 现在各大超市药店如沃尔玛、HOME DEPOT、CVS、TARGET都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3M一用外科N95口罩已经炒到17美元一个 而普通N95和一用外科口罩也处于长期缺货的状态 可能要等待一个月左右 居住在夏威夷的普亚莫里森一家8口 原本预定搭乘前往亚洲多国的挪威翡翠号邮轮之旅 但害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想取消行程 不过邮轮公司挪威邮轮却不愿退回3万2000元的费用 这趟邮轮之旅原定6日从新加坡起航 停靠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等地 最后在17日停靠香港 全都是有新冠病毒确诊的地区 顾及病毒感染风险 莫里森决定取消行程 莫里森去年2月透过Costco旅游预定行程 当他向旅行社询问可否取消旅行时 却被要求直接向挪威邮轮联系 最后他得到无法退费的答案 请被告知我们了解现在的情况 安全是我们第一考量 绝不会置于旅客与风险之中 但我们的底线是如果取消行程将无法退费 莫里森也表示 我不想让自己和家人面对感染风险 我是想取消行程 跟拿回旅费 以现在日渐严重的疫情来看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尽管莫里森事前购买了旅游险 但挪威邮轮告知 退费条款并不包含流行疾病 挪威邮轮发言人卡诺回应 莫里森一家购买的旅游险 仅理赔紧急医疗支出 并不包括自行取消行程 唯一能获得退费的情况为邮轮故障 挪威邮轮官方上周也表示 邮轮将不停靠中国大陆 而香港并非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邮轮还制定了不触碰量体温检测 从香港上船的旅客 只要体温超过华氏100.4度 将禁止登船 此外只要在过去一个月 曾前往中国的旅客 也将无法搭乘挪威邮 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10日引用乡村歌手比利瑞塞洛斯 演唱唱销歌曲 Aki Breaky Heart带来的影响力 要求全美各州州长配偶 正式并协助解决该州的网络霸凌问题 梅兰尼亚10日在白宫蓝厅 与各州州长夫人们进行午餐约会 她在活动开始前表示 注意到许多与线上安全有关问题 很难抑制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需要教导孩子健康行为 以确保他们所有人未来的安全 她指出 线上安全是第一夫人成为 最好青年计划三大组成项目之一 塞洛斯和梅兰尼亚去年11月 在白宫会见 将她诉说 田纳西州曼彻斯特学生史密斯的故事 16岁的史密斯 2019年9月自杀 这名11年级学生 发现自己与另一名男孩交换的 私密信息被散布在同学间的社交媒体 当时史密斯还未曾公开她的性倾向 梅兰尼亚说 史密斯因感到羞辱和绝望而自杀 自从这场悲剧发生后 史密斯家人化悲愤为力量 与塞洛斯合作 期望发挥影响力 教育民众有关网络霸凌的危险 塞洛斯并在史密斯追悼会中演唱 阿希伯利亚的歌曲 梅兰尼亚此次关注在负面线上行为议题 就在她的夫婿川普总统使用推特账号 评论对手事件的敏感时期 上周参议院否决了对川普滥用职权 妨碍国会调查的两项弹劾指控 宣布她无罪之后 川普在推特发出几则有关几位议员投票 反对她的免损推文 梅兰尼亚过去曾说过 她很在意人们的质疑 她对网络霸凌的关注 她也说自己将不会因此而退缩 因为她的目标是协助儿童与下一代 她对在座陪同州长前来华府 参加年度冬季会议与拜访白宫的州长夫人们表示 希望借此机会要求州长与配偶们正视各州网络霸凌问题 不要再有像史密斯与其家人一样的 年轻人生命陨落的悲剧发生 并请求州长夫人们协助推广 鼓励仁慈同情与尊重的价值观 电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世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于当地时间2月9日终于落下帷幕 入围最佳影片的寄生虫、小丑、1917、好莱坞往事 都是今年各项国际大奖的常客 最终韩国电影寄生虫以及击中 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 同时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 同时这也是奥斯卡历史上首部非英语这家影片 也是韩国电影亚洲电影的历史性突破 今年的影帝则搬给了小丑的主演华金·贝尼克斯 此前她已经拿下了奥斯卡、英奥、金球、嘎纳和威尼斯影帝 最佳女主角则是由雷尼·齐维格获得 获得最佳男配角的是布拉德·皮特 这是她的第四作《小金人》 也是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演技奖 之前曾凭借制作人身份拿下了三作奥斯卡 最佳女配角则是由劳拉·邓恩获得 你好像得出现我 还立刻下奥斯卡 《Parasite》有六個獎金的獎金 而是第一次拍攝,不在英文的語言 去贏《Best Picture》 贏了四個獎金今晚 贏了九對年 贏了三對年 帶了三色獎金 別讓街enz resto CLAP 啊 我沒有說話 我不想像我 我不是想像 想像我一直想像我 我們沒有想像這個 我們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 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和有意义和有意义和有意义的历史 我感到很幸运的时刻 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幸运的时刻 我感到很深厉害和有意义的厉害 我感到很深厉害和草莓的认为这些选择 谢谢 我好 老大 老大 嗨 大家 我真的想要感謝 director Bong 謝謝 謝謝你為了你 我喜歡所有的事 他的笑容 他的狠髒 他的许多人 而言 他的许多人 和他说 尤其他的许多人 我喜欢他的意见 他的意见 他的意见 他真的在说 他真的在冒险中 他一直很严格 谢谢 谢谢 and I'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who's been supporting Parasite and who's been working with Parasite and who's been loving Parasite and I'd like to thank my brother who's been always supporting our building our dreams even when it looked impossible dream thank you Jay I want to thank my brother Jay and especially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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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 to thank our Korean film audience our moviegoers who's been really supporting all our movies and never hesitated to give us straightforward opinion on what they feel like their movies and that made us really never be able to be complacent and keep pushing the directors the creators keep pushing the envelopes and without you our Korean film audience we are not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在牢固关系屡传紧张之际美国网络巨头谷歌今天证实该公司人力资源主管诺顿辞去了他作为人力运营副总裁的职务 Google的母公司阿尔法贝的执行长皮彩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感谢诺顿所做的一切并且期待他在Google的新一页 根据皮彩在诺顿担任Google人力资源主管期间Google增加了预七万名雇员 诺顿表示他将与皮彩与财务长波拉特合作物色他的接任人选 诺顿说在经历这六年的职业生涯中从伦敦开始如今在旧金山我的丈夫与我已决定回到纽约家中更多的陪伴我们的家人 近年来Google屡次发生职员反对高层的决定扰乱了职场氛围 他们反对的决定从Google与美军签订合约到Google为中国量身打造搜索引擎不等 去年11月Google曾因为违反资料安全政策为由开除了4名员工 但Google被控在报复他们酬组工会引起了其他员工的群情激愤 在过去Google一直被视为硅谷的自由典范但如今却卷入诸多争议 Google开出上述四人之举加深了员工及管理层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自称大方除了把小费给餐馆服务生以外 许多美国人并没有给酒保食品外卖员 计程车司机或旅馆工作人员小费 金融服务公司TD Ameritrade的财务礼仪调查报告显示 这个小费差距的规模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除非你本身就从事服务业 报告发现受访者当中有五分之四给自己最高的小费支付评价 自认十分慷慨 但他们只有54%的受访者说 他们把小费给食物外送员 例如送披萨的司机 只有三分之一会将小费给带客停车的火车员 或是清洁旅馆房间的服务人员 会给继承车司机小费的受访者不到一半 整个服务业当中唯有餐厅服务员能获得大部分顾客的小费 约有82%受访者说 他们会给服务员小费 这可能是因为餐厅服务员比其他服务人员更依赖小费作为大部分收入 联邦法律规定 大多数劳工最低薪资为时薪7.25元 但对于每月通常拿超过30元小费的餐厅服务员 时薪仅有2.13元 目前约有1230万名美国人在餐厅、酒吧或其他食品服务场所 比10年前的930万人增加许多 调查发现约有四分之三顾客会给出超过消费额15%的小费 现今大部分餐馆常见小费比率在19%到25%之间 当谈到小费时 各世代做法与认知不同 婴儿潮时代年长者更认为 在几乎所有场合给小费比率高于迁徙时代 约有91%婴儿时代受访者说 他们会给餐馆服务员小费 而会这样做的迁徙一代72% 55%婴儿潮时代会给计程车司机小费 迁徙一代则为36% 另外52%的迁徙时代认为 小费是选择性给 但仅有33%婴儿潮时代认为如此 以上就是今天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MING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